图尾052D型驱逐舰 近日,据媒体报道,俄军舰队访问了中国青岛的海军基地,并且还登上了中国052D西宁舰参观。 在西宁舰上,俄罗斯士兵看到一款王牌武器后,显得表情异常复杂,那么中国到底亮下了什么王牌武器呢? 这款武器就是中国装备在052D驱逐舰上的通用锤发系统。 俄军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先进的锤发系统,这也令俄方羡慕不已。 俄军坦言,在建造军舰上,中国已经成为老师了,二战之后,反舰导弹的重型化成为了大趋势,同时各国海军追求应对对多目标的接战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苏俄在基洛夫级导弹巡整上采用了SAN-6和SSN-19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之后美国也效仿苏联在提康德罗加级上采用垂发系统。 图为052D型驱逐舰。 如果是军舰仍然配备传统的倾斜发射装置,由于倾斜发射装置需要提取旋转,并且一次只能打一两枚,这样不仅导致军舰的抗保和打击能力也不足,同时也导致反应时间过长。 即使是最先进的协地式舰空导弹的发射间隔时间也要6至7秒。 如今,垂直发射系统已经是现代化主战舰艇的标配了,但其中以美国和中国的垂直发射系统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 目前,052D是我国海军现役最先进的驱逐舰,使用了垂发系统。 由于免续了装填过程,这样极大的缩小了反应时间,发射的间隔仅为1至2秒左右。 而且不存在盲区,所以可全方位对来袭目标进行攻击。 同时,由于使用了垂发系统,052D的外形更加的简洁,从而大大的提高了船体的隐身能力。 图为052D型驱逐舰的垂直发射系统,052D总共有64个垂发单元,要比48单元的052C型舰舰多三分之一。 这实在是不小的进步,但是与美国的伯克级驱逐渐相比,垂发系统单元只有64个,仅为伯克级的三分之二。 尽管垂发数量上不如伯克级,但052D是冷热工价,多功能的垂发系统,在这一点上比伯克级好。 而且052D使用730G防炮做最后防线,比阿里伯克通用的密集阵高个档次,口径上更占优,总体来说在防空能力上052D更胜一筹。 尽管苏联开了垂直发射系统的先河,但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在垂直发射系统上的进展却不尽人意。 其中俄罗斯的垂发系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不能通用。 与此同时,俄罗斯都采用了冷发射,尽管这样安全以及可靠性很高,但是缺点是效率较低。 与中美的使用的垂发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如今,俄罗斯看到中国用上了先进垂发系统的驱逐舰,难怪也只有羡慕的份了。 近日来自有关媒体报道说,中国将再一次震惊世界,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055型万吨级飞弹驱逐舰的建造。 报道说,055飞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12000吨,超过美军阿利伯克级和日韩宙斯盾舰,仅次与美国的BG-1000,一旦服役,将成为世界第二大飞弹驱逐舰。 早在1968年,海军就提出建造大型飞弹驱逐舰的设想,破因实力不计而推迟。 30年后,055涅槃重生,055代表了中国传播工业的最高水平。 有分析称,055电位为第二导链以外原海乃至全球战略服务,可搭载两架直升机,航速超过30节,配置通用垂发系统和PJ38型单管130毫米舰炮,使其具备远、中近三层消息预警防御和攻击能力。 具有防空、反潜、反舰功能。 055舰作为战时指挥舰,还可同时接受和反馈天机、空机和陆机的信息,将成为未来海军威力巨大的主力战线。 国防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力量,关系住社会的稳定。一个国家只有应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我国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也是很强的,而且正在逐步加强。 我相信,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强军梦至日可待。 图为镜首图有龙头的45型驱逐舰。 近日,据媒体报道,最近发生在波斯湾的一件事令英国颜面禁失。 原来英国一艘45型神盾舰遭遇了伊朗方面的拦截,双方对峙形势也愈演愈烈,随时都有爆发冲突的危险。 英国驱逐舰此行正是为了给自己的邮轮护航,因为此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导致全球油价再次飙涨。 而英国这次派出驱逐舰护航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石油安全。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被美国人坑得厉害,波斯湾的荷姆兹海峡有助世界油法的哑称,每年全球所生产的原油有40%要通过这个地方进行运输。 更要命的是,荷姆兹海峡内有很多分布及不规则的岛屿、岸礁和浅滩。 安全航道持有可怜的几公里宽,平均深度更是只有不足30米,大型邮轮安全通过已是十分困难。 而与美英西方等国素有不合的伊朗自然是在这一关键要点囤住重兵,光是反舰飞弹就有上百枚之多。 伊朗人可以充分依托海峡天险,以暗打明,怕是你美国航母战斗群来了也施展不开,只能坐以待毙。 一旦爆发冲突,伊军随时可以封锁海峡,那时不要说大型邮轮了,就连小山板只怕都飘出不去,突围45型驱逐舰全速前进。 而此次遭到伊朗拦截的是英国海军最新式的45型驱逐舰,是英国海军除伊丽莎白及唐姆外战力最强的军舰,可以跻身当今世界上最先进驱逐舰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就开始了新一代驱逐舰的建造计划,用以取代老旧的42型。 一开始,英国人先后参与了NFR-90和CNGF等国际研究计划,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英国最终决定还是自己独立生产。 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研究论证,45型的首舰终于在2003年开始建造事宜,最后一艘45型也在2013年正式交付皇家海军使用, 其整个漫长的建造过程经历时长达10年之久,作为当今英国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舰种和扬上防空中间,45型最为人称造的便是伊桑普森,主动多用向控阵雷达为核心的PAMS拦截系统,作为参加CNGF计划所时得的重要仪会。 PAMS系统的强大属性让英国老很是薪水,说是为了让这个强大的防空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用才为此开发了45型也不畏过, 而这部耗费了巨资的防空雷达也是给约翰牛们挣足了脸面,其主要性能参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宙斯顿系统的最新改进版, 在搭配由欧洲飞弹公司开发的紫碗防空飞弹可谓双限合璧,有了这样的顶级防空豪华套餐,45型足以为大英的辽阔海将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图为45型搭载的先进的紫碗防空飞弹。 不过,除了防空以外的其他性能指标,45型就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了, 而且由于皇家海军进来军费上的捉襟舰肘,使得45型不仅采购量由原定的12艘腰斩为6艘, 就连目前已经服役的这些船在未来,都会面临没有反舰飞弹可打的窘境, 再加上傻白及航母也处在等级上舰的状态,以后的皇家海军有可能要退化到舰号故空的时代了。 曾经的大英帝国海军冠决全球,在上个世纪早期的英王越舰式上, 一望无际的铁甲战舰炼增世界感叹帝国的太阳永不落下, 而如今却连主力45型的飞弹都快买不起了,不得不感慨世事难料啊。 这几天,原本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默默无闻的挪威海军, 一下子成为了世界海军界关注的焦点, 其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上战斗机的坠海事故。 在11月8日,已经结束了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挪威海军宙斯顿铺卫舰, 在返航的途中,遇见了一艘十几万吨的大型邮轮, 此次事件的双方,也许是航线规划有问题。 5000多吨重的宙斯顿铺卫舰和十几万吨的邮轮航线产生了交汇, 这也意味着,除非两者中有人愿意主动进行让步, 否则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也许是还沉浸在威慑俄罗斯的军演氛围之中, 挪威的宙斯顿护卫舰要求邮轮让出航线, 但是十来万吨的邮轮在海面上的机动性显然是不如, 只有5000多吨的护卫舰来得灵活的, 结果自然也很明显。 邮轮给挪威海军的这艘宝贝护卫舰又嫌顺利地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艘宙斯顿护卫舰为2009年服役的新舰, 服役时间还不到十年, 也许是没料到会在风平浪静的海域发生如此严重的恶性碰撞事故, 挪威海军的舰员完全来不及关闭相应的水秘隔舱和采取相应的损管措施, 导致军舰在短时间内大量进水,尝试抢救一下的挪威海局, 而且当初为了能够在这艘5000吨开头的护卫舰上塞下旁大的宙斯顿防空系统, 不得不把军舰水面以上的部位提高, 因此这艘世界上最小的宙斯顿舰的重心和平常的军舰相比, 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前几天还只是在潜水区, 在大量进水和重心过高的情况下,该舰迅速发生了诱轻, 舰长首先下令迅速抢摊登陆, 防止这艘昂贵的宙斯顿舰沉入海底, 但是附近并没有能够使用的沙滩, 无奈之下,只能够抢摊到附近一个水深较低的潜水区, 随后,该舰舰长发布了弃舰命令, 这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北约海军发布的。